請我們進入熊本的房間 請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Nu-chan 今天要介紹大家的影片 謝謝 今天的影片呢 是大家期待好久的 Drumzu啊 聞到沒有辦法拍手子 很久一直拍 其實我們已經想要拍Drumzu啊很久了 可是因為家具一直沒有收到的關係 等一下再等一下 我們兩個就是想說 整家具又來了再開始拍 結果發現放在家具之後 好像其實也沒有到很滿 可是他覺得再不拍一次就太晚了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這樣拍了 雖然沒有到真的很多很多家具啊 但是就是我們兩個現在住的地方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我們是天王美智可 那我們不要講很多廢話 趕快讓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房間 首先我們從玄關開始 好 因為現在是晚上 所以燈光非常暗 因為我們剛剛說他想要付的帶路 所以叫我跑到外面來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進去吧 開門 我還沒說明天喔 你還沒說明天喔 你還沒說明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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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這裡就是玄關 這個就是我們的玄關 我們玄關旁邊有個放雨傘的地方 這個是在NITO裡買的 這是我之前的家帶過來的 總共可以放三支雨傘 這裡就是靴箱的上 我們這邊都是文當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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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文當是一個 有多麼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 還有給人的感覺的人吧 除了文當那些瓶瓶罐罐之外 我們這裡還有放一些小娃娃 都是我跟文當以前 我們兩個出去 GAME SENDER 文當夾娃娃幫我夾的 很可愛 這些都是文當的戰利品 然後這個小籃子 是專門拿來給文當 放一些鑰匙 還是公司用的手機什麼的 還有手錶 不然他其實很容易把東西亂放 到處都找不到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小籃子 來給他放東西 你咖啡要幹嘛 在家裡 很漂亮 然後這個是我們兩個的鞋櫃 其實這個鞋櫃還蠻大的 可以裝很多鞋子 像這樣子 真的有很多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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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是廁所 這是廁所 這是一般的廁所 首先是上面放東西的 我們兩個都還沒什麼東西 沒有 對 對 有一個小人籠 還有這個鞋子 防止發霉的 另外就是衛生紙 衛生紙 這個東西也是文當跟我講的 不然我本來不知道 因為日本是沖水之後 就上面這邊可以洗手 就會有很多水這樣流下來 這個水流流 然後這個液體也一樣 流流 然後便宜的中間也很漂亮 而且這個很不錯 馬桶桌間是用這個深藍色的 然後還有這個北極熊的腳踏墊 就很可愛 都是藍色的 然後因為這邊可以洗手的關係 旁邊這裡就有毛巾可以插手 其實我也是沒有來用這個啊 可是我之前看電視節目 甜春唇小唇 他就說 雖然很少人在用這個 但是為了形象 還是放一下 至少讓人感覺比較乾淨 然後這個是我從IKEA買的 可以放那種捲筒衛生紙的 就是把它架在這裡 會變成三捲 沒有什麼用到 但是還是很可愛 然後這個是刷馬桶的 這是百元商店 就有賣一個100日元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這個 洗面罩和風機 一個是換氣 一個是電気 這是洗面罩 生活感嗎 對 東西超多的 這些東西就是我們兩個平常用的東西 就是有業配的我就會一直用啊 我自己覺得好用才會介紹給大家 這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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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燈打開呢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會變得很亮 然後這邊是我的隱纖精消毒液 還有食鹽水之類的 然後隱纖精和 下面這邊就是牙刷、牙膏跟漱口水 然後這裡有那個 這個是日本人一定要用的 就是一回家 他們就會把那個水倒進去 開始漱口 我之前在台灣 是完全沒有這個習慣的 啊 在日本的話 應該是 風險用法 然後用手洗的 漱口水是絕對的 所以漱口水是絕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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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要用的 如果要用的 漱口水是絕對的 最後一格 這裡是卸妝的 有我的卸妝水跟卸妝乳 還有文當的這個也是卸妝的 然後這是刷牙的杯子 那這裡就是文當的形象區 這三個都是它的髮辣 然後這個是文當拿來修眉毛的 然後這裡呢 是文當的刮鬍刀 跟我的美容液 還有美容油 我之前在影片有介紹過 我真的超喜歡 然後是文當的防曬 刺底乳 還有頭髮的慕鬍 還有文當的化妝水 跟我在用的凝霜 還有我的美容液 跟我的美容油 這樣 文當的衣服 然後階段 首先這個是 我推薦的洗手機 那些可能是我 也有什麼遊戲的 我買了 我買了Kindeluchia 我買了 Vonasonic的NanoE 我買了很多髮型 然後這個是慕鬍 頭髮的 然後這個也是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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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買了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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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旁邊這個籃子 也是我在Nito裡 買的 這裡也是放了各種東西 第一個呢 是文當的隱形眼鏡 第二個是我的面膜 這個也是之前有合作的 C-Sudo 他們也給了我很多 我就很常敷這個 最後就是我一些還沒用的 化妝品 保養品之類的 就是上面那些東西 用完之後就用下面這個 然後這個洗眼台呢 下面還有兩個大櫃子 第一個櫃子呢 這邊就是放一些衛生棉啊 背品什麼的 然後下面的背品就是 牙刷、牙膏、隱形眼鏡、紋浪化妝水 跟我的洗髮乳之類的 什麼東西都有 旁邊這邊就是我洗臉的頭套 跟插手用的毛巾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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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紋浪化妝 這個就是 我以前使用的 柔軟剤 然後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臭味道 這個就是 所以 洗衣機 這個就是 製造的 然後這邊還有 可愛的相機 這個也是我放的 療癒箱 那下面這邊呢 就是洗衣機 然後還有我們兩個的 浴巾 其實我們家洗衣服 主要是紋浪在負責啊 啊我就是負責曬衣服 這樣子 這個也很有趣 但是 這裡有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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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裡有關鍵 這裡有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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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子的選擇 有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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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方便耶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洗澡的地方 噔噔 噔噔 我們洗澡的地方 就是非常的一般 有洗澡必備 療癒小物 小鴨鴨 這個也是我放的 就這種東西都是我放的啦 我喜歡這種小東西 來療癒我的身心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在大賣場買的 鱸魚劑 這個也是很便宜 之前我有買那個 100包的鱸魚劑 下面一塊肥皂 是我在用的 是Piong獎的愛獎送我的 那旁邊還有很多放東西的 最上面呢 這就是讓浴缸保持乾淨的 刷的 還有噴的 第二層是面膜 還有文章跟我的卸妝 就卸妝很多地方都有放啦 在洗澡台卸妝的時候 我們就用那邊的 在洗澡的時候卸妝 我們就用這邊的 其實Lululun我是覺得效果還好 就是把它當化妝水再用 就是當面膜可能有點不夠 可是因為它在全日本 每個地方都會有 限定的香味跟口味 所以只要文章買回來 我就還是會用 很開心就當開經洗包的感覺 然後有我之前團購用的這個洗髮精 我就一直在用 剛才看到我也有囤貨 然後這邊就是我的洗臉 跟文章系列的 還有我洗臉會搭配的洗臉機 現在呢 收納一杯 一杯 三百塊錢 但是我們家這裡 就只有很多可以收納的地方 方便 讚 接下來就要帶大家看我們的 Living Ro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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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Living Ro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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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做飯給文章吃 文章好爽 那這個廚房 就是我的地方啊 我來介紹給大家看 地上呢 就是有放調味料的地方 還有放一些 這個碗的地方 其實這個應該是要放在上面這邊啦 可是因為這裡要拍影片 就不太夠了 所以我也是很苦惱 最好的應該是這裡要買一個 放碗的小位置會比較好 文章被我趕到這裡沒事做 那這裡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一架到了這裡 這裡呢 就是放了一個微波爐 這微波爐 也是從之前的家送過來的 下面有個冰箱 這個也是我之前的家拿過來的 裡面 就給大家看了 然後呢 是這邊 這個呢 是我們之前買的烤箱 因為文章跟我說 這烤箱好像是日本很貴的品牌 我想說就給我買買看 那它烤出來的吐司 就真的很好吃 我還蠻喜歡的 可是我有覺得一個很不方便的地方是 它這個很容易掉下來 然後就很容易受傷 今天文章還剛被這個弄受傷 今天文章還剛被這個弄受傷 欸 然後下面這個冰箱呢 是文章之前 還在東京住的地方的冰箱 我一直叫它丟掉 它就沒丟 就一直想把它拿到這裡 還怕我們搬家 沒有外面的地方 其實要是沒有這個 應該就是可以買那個 放碗盤的櫃子 就可以讓我放一些石器 那不用去不起來那邊了 然後這邊就是做菜的地方啦 其實我還蠻喜歡我們這家 是它的收納的地方真的非常的多 這邊就有一個收納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收納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收納 這邊又有一個收納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收納 然後這邊還有這麼多收納 然後這邊還有這麼多收納 這邊也有嗎? 對 上面還有 這邊是非常食物 這邊也有了嗎? 這邊也有了 我沒看到了 那是衛生室的地方 這邊也有2個 那是破壞了 它破壞了 Ru-chan一直都這樣放在這裡 所以就這樣破壞了 那個時候搬家公司還說 欸這東西不是我們弄壞的喔 超尷尬的 所以沒關係 都是我弄壞的 偽物的麻糬 可能會變壞了 對 大家都說 就是在家裡放這種假的植物 會引來一些虛情假意 但是 這裡也有了 這就是我們吃飯桌 我們的吃飯影片都在這裡拍的 這就是我跟文娜每天吃晚餐 跟吃早餐的地方 每天文娜都這樣坐在這裡吃飯 你怎麼那麼可愛啊? 你很可愛耶 很可愛 對 這個是我們兩個這邊做食品Sample 這影片也有 大家有看過應該會有印象 然後旁邊呢 這邊就是有一個畫 還有文娜的電風扇 接下來呢 是我的工作室 欸 天爛 天爛 首先文娜站在這裡 就是我們拍影片的地方 這邊也是一大堆收納 它的空間就是很大 不另外開給大家看了 給大家主要看一下 是我們拍影片的地方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拍影片的背景 地毯 還有桌子 然後腳架 還有燈光 謝謝文娜 文娜幫我們開這個攝影燈 就是我們拍影片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會比較暗 所以我們都會開這個燈 大家好 大家好 美姜 為什麼不是文娜啊 為什麼是我 然後這個鏡子也不錯 對啊 我們兩個在移的電影 這個很便宜 我們兩個就是為了怕這個鏡子會滑 要是地震會直接倒下來 我們兩個就去NITO裡買這個繁華的 這裡是文娜剪的 剛剛好 然後這裡是我的工作桌 我就在這裡剪片 幾乎整天都坐在這兒啊 對 對啊 看起來很像社長 其實帽子下 本來是沒有放在這裡的 因為我們本來放在寢室 但是文娜說放在寢室 他覺得太礙眼了 就叫我把它移到這裡 因為這帽子已經掛得 完全沒有這種時尚感 因為帽子真的太多了 然後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看 我們兩個的寢室 噔噔 寢室也蠻大的 也蠻空的有沒有 這是大學生的時候 一直都使用的 那裡面就有錄一些文章 當時來看的節目 我之前就跟他一起看文章 大學的時候 都在看什麼樣的節目 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這個是我們兩個的床 這邊就有一個床頭櫃 床櫃上面就有遙控器 跟文章的手錶 衛生紙 還有我們的鏡子 床這邊床頭櫃也是可以放東西 很方便 然後這邊還可以充電 然後這個是我臉的按摩棒 可以拿來按摩臉 那因為我們兩個現在都有量體溫的習慣 所以我們就在床頭櫃這裡放一個體溫器 每天早上涼 所以我們就在床頭櫃這裡放一個體溫器 這個超級強的 這個超級強的 超級強的 然後這個也有足夠 還有暖房 然後這裡有暖空 然後這裡有水 然後再加水 再加水 然後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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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初貰到的時候 真的感動了 阿瑞姐姐 我以為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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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兩個就是我們的衣櫃 這是文當的 然後這是我的 衣櫃裡面也是炸亂啊 給大家看一瞬間就好了 啊 真 真 哈哈 給大家看一瞬間而已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兩個的路由子啊 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嗎 其實我們自己時間在這裡住的時候 是覺得 真的是非常的有家庭感 就是我常常在熊本這裡生活的時候 就會覺得阿好像是我小時候看的 日本動漫那種感覺 例如我們這一家 辣椅小西 就感覺非常特別阿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東西真的沒有到很多 就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歡這個家 東京的這個2LT件 應該是10萬超過了 但如果在熊本住的時候 10萬超過了 所以全都很好 好啊 那這個部分做完就這樣啦 其實覺得感覺蠻特別的啦 因為我其實剛才日本的時候 是住在Sharehouse 那文當就是一直住在公司的宿舍嘛 然後到之後我出社會 有了自己住的房子 然後現在跟文當一起搬家 來到熊本 這樣子的 LLDK 有一種 就是真的自己的人生 在慢慢的往前進 往自己想要的方向 那種感覺 我其實內心是覺得 最惡玩的就是 我沒有更早一點開始開Youtube 如果更早開始開的話 我可能就可以多把一些 在輕易那個時候的生活 還有我的Sharehouse 都記錄下來 這真的覺得很可惜 所以就之後在這個家 就是我跟文當要拍更多的影片 就把我們兩個的回憶 都用成實體這樣子的影像 把它留存下來 我跟Youtube的生活記錄 就能夠帶來的生活記錄 也好 謝謝大家 這樣陪伴我們 真的是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啊 那這個影片就先這樣子啊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晚安 晚安